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我们看到台湾制造业的偏爱也率先美国跌落了50进入了紧缩周期 在这种情况底下到底确切的半导体股的落底时间点会在什么时间点呢 现在是仅仅是一个反弹还是反转呢 今天来跟各位分享我的看法 好 我们先从近期大家比较关注的GDP来做一些追踪 我们从图表上来做观察 其实美国的GDP已经连续在一季度和二季度进入了负增长 那我们过去针对GDP是否进入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 叫做连续两个季度GDP负增长 那其实第二季是负0.9 所以如果从绝对定义来看 其实美国经济已经算是正式的进入了经济衰退 但是有趣的事情是 我们如果从实体感受度来看的话 好像也不是特别明显 通膨是很高 但问题是好像也没有大规模的人失业 我们包括从上周五非农就业数据来进行一些观察 会发现52万人足足比市场预期的25万人多了一整倍 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 怎么会在经济如此疲惫的状态底下 大家都找到工作了呢 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探讨一下 目前全球的景气下行格局 其实从图表上也看得很清楚 不管是从我们所看到的实质的生产产出 非农就业数据 还是从实质消费量 或者是实质所得 其实都在往右下角明显地做递减的动作 当然我们看到的是增长率递减 不代表经济正在进入衰退 只能说最好的这段时间已经过去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明明生产量都已经在缩小 但是就业市场却还迟迟不紧缩呢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我们所看到的这张图表 深蓝色线是职缺数除以雇佣数 浅蓝色线是失业率 那基本上这两项指标中间的差额 就是我们所说的薪资水平的上扬 所以看得很清楚 首先就是市场上目前的职缺数 仍然远远高于失业率的水准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基本上可以这么做一些理解 那就是在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 其实迎来了美国史上最大的退休草 所以有大量的人力离开了劳动力市场 那第二点呢就是过世的人口变多了 这也导致了那有一些人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所以导致市场的缺空力依然依旧存在 那第三点就是大家好奇的 明明科技业都在裁员 科技业都已经停招 苹果都已经提招 Coinbase都在裁员两成以上 那为什么这些市场还是如此蓬勃发展呢 因为科技业是过去两年所受到红利最多的 所以它招募的能力是最多的 但是你如果像是美国的麦当劳 星巴克失业者 目前的工资水平仍然在体现 而且非常明显的缺空现象 这个就是由于在过去一段时间 资产价格翻倍之后 大量的人退休所造成的一些后果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观察了 那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就是 景气的最高点已经经过 但是就业市场可能它会形成一场 没什么人失业的经济衰退 毕竟这一次失业率在7月份 居然还从3.6%下滑到3.5% 这说明了一点就是 美国可能进行卵着陆的几率 是大幅度的高增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景气下行 就非常有可能类似于 18年15年11年 那种自然的库存周期水位的变化 而并不是08年或者2000年的 网络泡沫金融海啸 我们来观察下第二季的财报 以及下半年的指引 各位来多做一些留意会发现 其实美国股市这几大五大科王 五大科技股的天王 基本上在第二季的财报 都还没有非常明显的亏损现象 大部分都是营收放缓的一个现象 你像是Google和微软 的确美元的升值 使它在汇率上受到一些冲击 但是你像是Google 似乎最坏的那一段已经走过去了 我们都要在整个2021年年末 到2022年年初 因为大家开始回到实体经济 所以对于网络上的概念股 青睐性就没有这么高 广告业务其实在过去两年 会有非常明显下缓的现象 不过反而在今年第二季 开始有所超乎预期了 那亚马逊的部分 在Q2 电商也似乎有所回归营收 那苹果根本不用说了 苹果虽然有汇准的问题 但是在整个第二季和第三季 加上全球市占率的提高 基本上五大科技股天王 有四大都在增长 唯一还在摔得是脸书 脸书营收最高 点在去年就已经过了 而且元宇宙部门是持续的亏损 所以基本上 如果以全职股来看待的话 只要苹果仍然在保持一个 明显的增长区间 那就不用过度的担心 我们现在今天要特别来 跟各位探讨的一件事情 是如果经济的软着陆 已经成为必然 那么我们现在在观察的事情就是 那去库存的速度 大概落底时间会在哪里 因为它不是系统性崩险 它不是崩盘 它是一个自然的修正 所以我们要抓紧那个时间点 那这个时候就要观察到了 库存周期 什么叫做库存周期 就是库存高的时候 货就卖不掉 所以你就必须要见价卖 你就必须要节省成本来卖 而这一段期间 我们就叫做 从虚缓期到做衰退期 那现在按照全球的库存水位周期 它到底离不离谱呢 其实也很高 所以虽然现在正在经历明显的下行周期 但这个下行周期 其实比15年18年还要稍微大一点点 我们来观察一下 最近美国的晶片股所公布的第二季财报 我们看到不管是Intel 还是辉达 还是德州仪器 还是N字谱 Intel是这个CPU GPU的龙头商 目前的库存周期水位 大概在120天左右 在第二季的时候 那过去平均人员大概在100天 什么意思啊 过去Intel的晶片 大概要100天才能够卖掉 现在要120天 这就说明 手中的库存里面的货越来越多 那更没有讲辉达了 辉达过去的平均 库存周转天数大概是90天 现在是120天 德州仪器 类比IC 过去大概是150天 现在稍微高一点点 175天 N字谱 车用晶片 过去的库存周期周转天数 大概是100天 现在是110天 所以现在不管是做CPU的 还是做高阶运算的 还是做类比IC的 还是做车用晶片的 其实库存水位都在高层 它不是特殊现象 而是全面性的景气的下行 所以这段时间台积电迟迟没有进行财报的下调 它其实是不合理的 台积电在所有的晶片股 在今年第二季的财报 它完全都是一个例外 那当然有可能是它的整体的订单 本来在去年就已经把今年一整年订单产能满载了 那明年景气如果下行 走完疲惫期 回到复苏期 那很有可能它的产能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个股的改变不会影响到景气的改变 就如同台积电财报再好 就算财报每个月都创新高 只要全球的需求在下滑 全球都在去护存 它一样得跌 要不然如果台积电要完全反映财报 现在早就飞上天了 毕竟今年每个月它都比去年赚得多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看 预估时间线怎么预估 到底什么时候这一波的过程周期会调整完 我们可以简单的从实体经济数据来跟股价来做一些联动度和对比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这张图表蓝色线是全球半导体的销售总额 那么橘色线是费成半导体的年增率的变化 那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看法和对比 就是说市场现在普遍在财报当中所透露的 预估的库存时间点的修正格局 大概在明年一季度会修正完 什么意思就明年的库存在第一季的时候会来到最高 此后在二三四季它就会开始明显的销库存 所以到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蓝色线 也就是销售总额在明年一季度就会见底开始上完 那我们要怎么做对照呢 我们要观察你会发现橘色线 也就是费成半导体指数 它往往会领先于实体的半导体的销售量 大概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 刚刚有很明显的现象 比如我们观察到09年 当时费成半导体指数大弹之后下挫 那么半导体的销售总额也是大弹之后 隔了一到两个季度之后开始下挫 所以股价是领先于实体经济 我们也看到非常明显的现象 从去年年底开始 股价就在疯狂的下跌 但是一直到今年上半年 大家的整体的财报和营收其实表现的还不错 为什么 因为营收会落后反应 那现在预估大家的时间点是在明年一季度左右 库存调整完毕 如果往前推个一季到两季度 没错 今年的下半年很有可能就是本坡熊市的最低点 那么如果你比较看得比较宽的话 第三季就会出现 看得比较窄大概第四季 但是不管如何 在下半年进行中长期资金的建仓 很有可能你会买在三到四年的库存循环的低点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2022年的行情 有一点类似于2018年2015年和2011年 大家把股价进行回推会发现 这三年就是每一轮库存循环的最低点 对吧 所以值得大家来多做一些留意 不管如何 今年进行中长期资产的配置 在中长期来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谈到更便宜的成本价 好那我们看一下台股的部分 台湾的P&I 其实在上礼拜也公布了 47.5% 已经跌破了50%的这个龙枯线了 所以当它跌破50%之后 就代表着正式从扩张格局进入到紧缩格局 那P&I它不算是一个高度领先指标 它通常是逆步预期的 就是说它通常跟股市上有比较明显的联动 但是我们也看得很清楚 因为这项指标从2021年中旬就开始高速的下弯 那么台北股市其实整个21年都受到内置的买烦力道 一直承载高位 所以我们才会说台北股市本来就应该要适度的进行均值修正 好了 那现在国安基金进来了 金管会的限空令也准备要实施了 在这种状态底下 台北股市有没有可能跌不动呢 当然有可能 但是但是 我们如果按照P&I过去的下行周期会发现 基本上到45左右 它就会来到一个相对的低点位阶 现在是47.5了 所以台北股市可能未来离它的绝对低点也不远了 那当然希望台北股市不要有进攻力 让台北股市能够有更进一步的修正 扫出市场多余的筹码 来进行中长期资本的摊提 但是如果无法 那么我们也要观察 随着P&I指标来到一个明显的下行格局 当它来到一个过去的极端值的时候 其实也是是时候建仓的时候了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 有很多投资朋友问我一些 像台北股市近期有很多代工股 广达 仁宝 华硕 宏基 这些品牌概念股 其实质利率都已经飙到8% 9% 能不能买 其实按照中长期的格局来看的话 已经接近到比较相对 极其乖离下滑的时候了 我们不过从华硕近期的 扩存周转天数 过去大概是109天 现在是150天 足足多了一半 那宏基的部分 过去大概是60几天 现在大概是80天 那不管是戴尔还是惠普 其实全球的品牌商 库存水位 都还在明显的一个上升当中 所以照理来讲 现在是品牌商的库存下滑之后 那么随之而来的晶片股就会下滑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 就是说未来的整体的行情的反弹 我们可以抓一个美国股市的低原值 大概在今年第三季到第四季初左右 可能绝对低点就会见到 那现在的反弹到底是一个反弹还是反转 不确定 但我认为是反弹居多 因为毕竟整个股市的利空彻底 它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完 那加上经济数据这么好 你总会其实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理由 继续进行紧缩政策 但是你说今年下半年 会不会本轮的空头绝对低点就已经出现 我相信是的 这也是我们进行中长期资产配置的一个方向 那台股 台股的确受到国家力道的干预 使得不断地撑在高位 但是也不用放过这样的一个契机 也许可以多花一点资金 投入在一些乖离明显相对于大盘下出的股票 这也是一种办法 国家要护大盘你买不到 但是有些中小型股乖离拉低到一个离谱的极致未接之后 也许也是值得大家来多做一些留意和关注的 那提供给投资朋友作为一些参考和借鉴 如果你喜欢我们财经浩角的节目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集财经浩角再相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